我们利用各位在下载之后 我们先把这个软体大概怎么用 跟大家说明一下 老实讲学习曲线不难 因为还蛮快的 因为真的很像各位我们刚刚讲的 就像PowerPoint一样 好你先来开一个新的 在这里 左上角这里 有没有一个空白的 对不对 新增档案里面有一个空白的专案就好 你把它按一下 它会跳一个对话方块跑出来 第一个你的专案要叫做什么名字 专案要叫做什么名字 那比如说这个是影片剪接 好那你放的位置呢 你自己去选择一下 看看你要放的位置在哪边 你可以自己选择 右手边专案的位置 第二个重点 影片因为要做影片剪接 要不要先决定影片的大小 要所以你看 你不要用左手边 你直接按预设的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刚刚要先跟各位讲一下YouTube 有没有发现 Full HD HD 了解吗 因为基本上如果你要做影片 我们通常当然就希望你做标准的嘛 对不对 如果你是要做DVD的就是这个720 480 Full HD的就是1920 1080 那其实有些人的手机或者数位相机 他会告诉你现在不是有时候可以录影吗 你也可以录但是有没有Full就才很多 有Full给这四个字母 表示可以录的影片会比较大 没有有的人他会告诉你 我可以录HD的画面 有HD的画质 但是他只能录到1280x720 所以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你可以自己选 但是原则上 如果你要在荧幕上看 其实如果老师是当做教材的话 我通常会建议就是大概720 480 或者到了1024 758应该就够了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假设你想要在行动装置上给人家看 请问你会不会带一个21寸的荧幕 带在身边 不会嘛 我们手机或平板大概都几寸的 手机更小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平板 大多数情形7寸也有 再来9寸10寸也有11寸的 可是这里面 大家比较共通支援的解析数 通常大概就是1024 所以如果你超过了 可能他在看的时候就要稍微缩小 如果假设老师或者同学 你想要给行动装置用的 应该就是大概1024 758应该是紧缝 除非你用iPad iPad不是有那个什么 Lutina 4网膜的 才有达到2048以上 不然其他的应该是比较少 这个是给您参考一下 那我们这边为了加快我们速度 我们就用720 480就好了 好吧 所以你选择一个预设的720 480 那还有一个你要设定一下 就是在这里 幻灯片的张数 预设各位进去应该是零张 你可以选择一张 我只要一张就好了 在下面这 幻灯片的张数 幻灯片的张数 你就选择一张 可以吗 你就OK了 就把它按下OK吧 就会把这个专案就开起来了 你看到在我们右手边就是这个叫做Snipe 就是好像我们 那个叫做POWERPOINT 右手边这个地方 你的POINT的内容在这里 下面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时间轴 那时间轴还包含一个叫做涂层 请问我们在POWERPOINT里面 或WORD里面可不可以调整上一层 下一层最上层最下层 有嘛 一样的概念 一样的概念 那现在呢 你有了一个之后 假设各位是要做影片 那么通常来讲 背景应该是黑色比较多 对不对 黑色比较多 所以你可以从右手边这里 右手边的下面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背景颜色 这里 看到了 背景颜色这边可以改 那每一张投影片的时间 也可以从下面这边去做 我们POWERPOINT不是可以 假设你是自动播放 也可以自动播放的时间 也可以吧 对不对 他在这边 好我就直接从这里 改变一下他的颜色 他上面这个就有黑色的 好这样就 第一个就先解决了 好我们把背景已经先设好了 那么你也可以从上面看到 这一张投影片播放5秒钟 预设他就一张投影片都是5秒钟 5秒钟 那现在呢 你只要把你的影片叫进来就好了 影片怎么叫进来 从上面这边 你找一下 上面这个工具列 在这里 你要插入图片 声音跟影像 这里是图片 声音 影片 有没有看到了 右上角那里 但你们萤幕比较大 可能会比较靠右边 比较靠右边 你可以从这边 把你刚刚所下载的影片 就从这边加入进来 就从这边加入进来 那我就先来找一个 好现在呢我找到一段影片 我把它按一下开启 它就会放到里面来了 好进来的 那这段影片应该比较小 我那时候抓的比较小 所以它在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觉得这个上面站的空间太大 这里有两个放大镜 一个在上面 一个什么 一个放大镜在下面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上下各有一个 这个 这边跟这边 会有一个放大镜 上面的放大镜是控制 我们 这个 投影片的编辑区的大小 下面的放大镜 是跟时间轴有关系的 好时间轴有关系 所以如果 我觉得这样上面太大了 我可以在这边 有没有缩小一点 好那 时间轴的部分呢 我拿上来一点 都比较好看 因为这段影片也蛮长的 你可以先拉动时间轴在这里 你可以点一下 有没有一个时间轴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那 但是 假设你是下载 像我这个是电视节目的 所以 哇 时间轴有没有好长好长 对不对 这个最近 各位应该都有看过吧 你都没有看见 对啊 有上映了 有空的话 看一下 支持一下 我们比较少 从这样的角度看台湾嘛 看了 有些地方是真的会蛮难过的 呵呵呵 好 那你看 我的影片那么长 你有没有发现时间轴要拉很长 所以 你来用一下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个 这里有三个 有没有 三个 第一个是缩小 第二个放大没问题 可是这样还是不太够 所以通常影片比较长的 我会按第三个 有没有 叫做缩放适用于时间轴 什么意思 不管你影片多长 管他的 只要按下去之后 都会在哪里 都会在你的最长就是到这里 这样了解吗 这个一般影片剪接软件都会有 有些影片比较长的时候 不希望卷动时间走那么多 我就按一下这个 它就会自动把你的影片内容 就缩到可视范围里面来 结束一定在最右边就对了 这样我们在编辑比较容易 今天如果你想要编辑的时候 很简单 你看 你看 自己在这边移动 这没问题 对不对 好我们先看一下 万一你觉得前面那一段 黑色的好像 很多 有没有 这一段 假设前面这一段 你不想要的话 你可以 按到时间轴 之后 在这边 有没有一个红色的 如果你拉出来一点点 旁边这边有个绿色的 这里 一个红色一个绿色 好 你到你要的时间轴 按住红色的 往后拖 有没有范围就选起来了 好 那你选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从上面这边 选取的不要就按这里 有没有删除范围 因为都中文的嘛 所以随便看都会 按一下 后面会自动补上来 这样会的吗 很简单 所以你可以看你要的 万一如果你中间 比如说 老师可能在上课的时候 我去剪接一段影片 可是我可能看到这一半之后 可能看到一部分之后 我希望补充一些东西进来 那么你可以把它切断 怎么样叫切断 假设我在这里 我就是在这个地点 那我要把它切断 你看 我们刚刚是用这个 现在用右手边 有没有分割 因为我现在是一整段 等到影片 我现在把它分割 按一下 有没有变成两段 这个 我应该点上面这个 分割 好 拉开 往后 这段不能分割吗 应该可以 往后 有有有有 有没有 我现在是不是拉开了 这样就两段 所以中间如果老师 你要再补充一些内容 也就是影片播放到 到这边播完了 你可以再插入自己要的东西进来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们就插入一张图片吧 这个 就是又这一张 好 那这一张因为是图片 我可以用这样拖曳 有没有决定它播放的时间 所以我们看完了前面这段影片 插一个说明 对不对 再换成另外一段 后面这一段 简介就这样嘛 对不对 有没有很简单 有 那还有一种方式 一定要介绍一下的 我先抖一下 因为有些时候 你懒得这样切 怎么办呢 你就把它变两个投影片 可以吧 我们POPPOP有时候 一个简报内容放不下 你是不是说第二张第三张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时间走先点好 看你要到哪里要切 这个时候 你看一下 我们刚刚用过这个 也用过这个 对不对 很抱歉 后面还有一个 也是切开的 有没有分割 这里 分割换灯片 也就是说 我现在时间走 所在地方的后面 要变成另外一张图片 我把它按一下 你看一下右手边 有没有发现多了一个 有没有两个 那用这样有个好处 请问POPP如果你要调整顺序 你会不会调 简报的顺序 因为我如果一段影片 我要分开讲解 那有些时候 你可能先讲A 先讲B 有时候上课看事情情 我先讲B再讲A 那这个 按这样拖曳你不会吗 按A 按A 不就换过来了吗 对不对 很简单 所以你可以先试试看看 基本的简介功能 好不好 来